用一个遥控器就能快速检查 维修家里坏掉的这些LED灯 这个方法呢 不仅操作安全 而且还特别简单 在维修之前呢 首先我们先把这个灯给它拆开 像这种灯呢 只需要在这周围 这一圈给它捏一下 捏完之后就可以把这个盖子打开 打开之后我们看到 这些都是它上面的灯柱 然后把这个再撬开 它的内部电源就在里面 这一圈挨着撬 撬开之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呢就是内部的电源 其实呢我在维修的过程中 发现电源坏的几率是非常非常少的 它坏的有一些坏的原因 就是上面的一个电容 首先呢就检查一下上面这个电容 坏掉以后啊 一般都是鼓包漏液 它引起的这种情况 如果没有发现它鼓包 那么就是大部分问题就出现在这个 灯板上面 我们就需要检查一下 上面的这些小灯珠 检查灯珠的好坏呢 一般呢都是需要用弯表 但是呢有些朋友没有弯表 还有的一些不会实用 这个视频呢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其实呢我们用一个遥控器 就可以快速的判断出灯珠的好坏 用这个方法呢 不仅可以维修检测 这种LED的灯泡 像家里的这种吸顶灯 也是可以用这个方法 无论是电视机的遥控器 还是电视盒的遥控器 都是可以来检查维修这个LED灯的 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两件电池给它拆下来 然后呢再准备 就是两个软电线 拨出线头 然后把这个线给它先缠在遥控器 两个端子上面 我把这个蓝色接在这个弹簧这个上面 好 接好之后 把一只电池先给它装上 好 接下来这个红色的 给它先扯一下 然后把它放在 这个弹簧上面 然后把另外一只电池再装上 OK 就这样一个检测小工具就制作好了 我们先拿这个来测量一下 看一下这个灯桥上面 灯珠 有没有问题 用这两个线头分别 接在这个灯珠两侧 看一下灯珠亮不亮 如果不亮的情况下 就把线头的颠倒一下位置 看一下现在就亮了是吧 这是两个并联在一起的 亮就说明这两个灯珠它不坏 然后接着再测量另外 另外这些 这也是可以亮的 亮就说明这两个也没有任何问题 就这样呢 把所有灯珠都检查一遍 如果检测到某个灯珠它不亮 就说明啊 是这个灯珠坏了 如果我们在维修这种灯泡的时候 如果都不亮 就说明啊 这个小灯珠呢 它是个六幅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用这个三幅的 它根本检测不出来好坏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用一个这样的遥控器 上面有个纽路电池 这个纽路电池呢 上面是三幅的 我们就需要两个这样的 或者使用一个手机的充电头 也是可以来检测它的好坏 检查出坏的灯珠以后呢 我们就用个线给它焊起来就可以了 这样呢 不过不美观 其实呢 维修换灯珠效果最好的 换灯珠呢 也不需要专业工具啊 只需要一个旧站的防风大火机 找一个废旧的小灯条 在下面大火机给它烤就可以了 我以前发布过这样的 更换灯珠的视频 经过这样修好的灯 不仅美观 而且还特别耐用